为验证部队实战训练成效 同旁部今天凌晨实施正将超演实弹射击 参演官兵在确认各项整备工作无虞之后 集一射击命令以及时序 结合想定状况 东行火炮依序射击 火光试射 划破天际、震撼力十足 不仅充分发挥武器效能 也展现官兵平日努力战备的成果 这次超演以想定状况诱敌部队 依敌军作战进行了实施射击 首先有1动5以及155流炮 81以及12动破炮依时序射击照明弹 同时5动以及M24勾机枪 配合实施对空射击 紧接着1动5以及155流炮 与集火带迁敌之后 立即变换阵地 以火力支援前线作战 最后由M6动A3战车实施 摊岸战斗 展现强大火力 各项武器相辅相成 全程透过实战化的演练 充分发挥高效能联合打击能力 展现防区坚实战力 中文字幕提供 参与操演任务黄雅璇尚未表示 即使澎湖地区秋冬季节风势强劲 仍撼动不了官兵坚强的意志 平时除了顶着强风实施战备训练之外 也借由每月执行正将操演的机会 以熟人作战环境武器操作 即培养自信心与战斗抗压性 而整场的操演过程十分逼真 顺利 记者联合报道